他来了 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小强 众所周知 能够在NBA立足 首先要有良好的身体 毕竟篮球作为一项身体对抗极为激烈的运动 如果没有能够和对手匹配的肌肉和力量 那么就无法在联盟中立足 而NBA中就有很多依靠力量而闻名的球星 他们的力量可以说单拎出来 每一个都十分恐怖 那么NBA中力量最强的五大球星 你知道都是谁吗 詹姆斯巅峰时期的力量无疑十分恐怖 从他揭示的肌肉就可以看出来 力量一定非同寻常 大家都知道 篮球外面的皮革材质都是十分坚硬的 充满气的篮球几乎不可能被捏扁 而之前詹姆斯在一次扣篮时力量大的 竟可以将篮球都扣出折痕 除了上肢力量 詹姆斯的下肢力量也十分可怕 之前在一场对阵勇士的常规赛中 詹姆斯在一次急停中滑倒 但是 根据摄影机的拍摄 我们可以发现 滑倒的詹姆斯竟然在地板留下恐怖的刹车影 这力量也是没谁了 NBA有一项规定 大家应该都知道 那就是球员禁止在扣篮之后挂框太久 这项规定当时就是为了奥尼尔而制定 正如巧克力炸弹 道金斯 经常扣碎篮板 导致联盟加固了玻璃 奥尼尔也因为其大力的重扣 摧毁了不少篮架 因此 联盟不仅加固了篮架 而且规定球员在扣篮后不得长时间挂框 由此可见 奥尼尔的力量有多可怕 马龙的铁肘让当时联盟闻风丧胆 不少巨星都挨过马龙肘子的威力 而要说 马龙铁肘的杰作 并不是一肘让小托马斯缝了四十针 也不是一肘让乔丹昏迷倒地 而是险些让海军上将罗宾逊丧命了 之前一场绝世和马次的比赛 马龙的一肘直接让罗宾逊昏迷倒地不起 据对一说 如果马龙下手再狠一点 恐怕海军上将就要一命呜呼了 而现役除了詹姆斯之外 还有艺人的力量同样十分可怕 那就是19年的壮严秀西安了 身高不到两米的西安竟然有着联盟第二重的体重 尤其上支力量十分可怕 在NBA中就上演过不少生生从对方手里抢球的抢断 但胖普的代表作并非这些抢劫是抢断 而是之前在NCAA的一场比赛中 直接在抢球时将篮球暗扁了 这个力量可谓十分可怕 最后 说到力量不得不提的艺人 无疑是张伯伦了 作为远古巨兽的张伯伦 除了身体天赋出众之外 他的力量也是十分可怕 之前退役之后的张伯伦 在参加一档节目中 甚至还能将一位成年人直接拎起来 看上去丝毫不费力气 你就知道他的力量有多么可怕了 I quit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